玲瓏師傅它其實就是一個抗生素 什麼是抗生素 我們用鬼滅來講好了 鬼殺隊就讓我們身體裡面的一堆細胞走來走去 平常就會殺鬼 鬼就是像細菌啊病毒啊還有黴菌 那就是壞東西 那我們鬼殺隊 平常就會在世界上跑來跑去 那我們一些身體的病毒 看到的話就會把它殺掉 那我們不會的話 我們就會去需要抗生素來教我們 那傅義剛勇其實就是一個 是嗎 喔傅剛義勇 傅剛義勇呢 他本身就是一個鬼殺隊很厲害的 他看到一個變鬼的東西 這重點來了喔 米豆子他本身變成鬼 那傅剛義勇他是不是就要把他殺掉 傅剛義勇他也是一個細胞 他看到 所以我們細胞其實是會變成鬼的喔 變成會去感染其他人對不對 那所以他要把他殺掉 但後來 炭治郎就沒有要阻止他把他殺掉 所以傅剛義勇他後來就 建議炭治郎去找玲瓏師傅 那所以玲瓏師傅他其實就是一個抗生素 玲瓏師傅他是不是叫 劈刀子嗎 劈刀子嗎 劈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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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劈石頭就是抗生素叫我們細胞去做一些動作 所以說玲瓏師傅他就是抗生素 那他為什麼會知道這個抗生素呢 那是因為我們傅剛義勇他就是本身是一個 他本身是已經會殺鬼了 那別的會殺鬼的人就 教這個抗生素來教我們身體裡面其他的細胞 如何去殺這個鬼 所以這個抗生素打到我們身體裡面之後 遇到了我們細胞就教我們殺鬼 然後我們 你看我們是不是殺鬼 練習這個殺鬼是不是需要時間 那我們實際上身體的話 大概需要兩到四個禮拜 我們練習會殺鬼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一招斃命 所以你看有的時候鬼殺隊是不是在路上 遇到某些鬼 可能第一個鬼殺隊出去就死了 第二個也死了 因為他沒有辦法把他殺掉 是不是通常出來 如果是有一個 有時候善意一招不是就把對方殺掉了嗎 所以有的時候 某些鬼啊 要某些特殊的細胞才有辦法把他殺掉 所以不是說 某個 每一個細胞 都可以殺死每一個鬼 是這樣子的 嗯 那什麼是黴菌 那黴菌也是其中一種鬼啊 還知道地底下的那個鬼叫什麼名字 還知道地底下 那個無限層嗎 對 那那個 他可能就是其中一種鬼的名字 他可能就叫黴菌 之間也會互相殺來殺去 對不對 會互相吃來吃去 所以黴菌也是其中一種鬼 所以黴菌也會吃掉 黴菌 黴菌 然後細菌啊 病毒啊 跟黴菌三個也會互相吃來吃去 所以你看像是那個 COVID-19 他就是那個啊 無產大人 嗯 所以我們就是需要一個 特別厲害的一個抗生素 來教我們如何殺掉這個 無產大人 對 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 抗生素叫細胞 然後細胞等完之後 他就 他就可以被死了 抗生素來教我們 細胞如何 教我們鬼殺隊如何 他鬼 然後我們就可以殺掉這個 無產大人囉 嗯 好 這樣會了吧 嗯